俗话说得好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前几日暖阳妖一诺江城等人舞排 没想到这两大K票发育路选手 谁都不玩射手 一心只想啃暖阳 前两把一诺江子牙和发育路李白 还是能轻松获胜 这一局暖阳再次逃出百分之百胜率 语音 北京微博三剑客 阿豆暖阳神人 各自都选到了自己位置上的英雄 此时还剩中当和射手 四五楼的江城和一诺又故意搞事 一诺发育路陈咬金 江城蒙田走中 这一选不仅阵容很奇葩 绿油油的熟练度也很感人 五职业五飞食 排面直接拉门 开局对面孙色发消息 求一诺亲念 你打职业的时候 我天天看你 而司空阵更直接 问道 我能打职业吗 说话间一波常规转线 装扶青黄线支援发育路 帮一诺陈咬金 约他拿一血 这下诺队有了嚣张的资本 我不是研究错新套路了 我难去我已经不想去了 兄弟们我们就中下开花吧 随后蒙田和大乔不打算回去了 一直在下路帮一诺压 面对三大壮汉的司空阵 再次惨遭击伤 一诺暖阳打职业之前 都已是好机友 即使现在有了职业ID 但他们之间相互称呼 人都是直呼大名 这也确实显得关系更为机密 这时一诺想叫暖阳开龙 兄弟们双克龙 这个龙一拿 你们三个人直接肉的不行 所以这个龙跟我没什么关系 都让陈小金自己去拿 你自己不是有钱接吗 你是大业所以我是大业 你是我是中丹呀 你大业没有我吧 这这不好吧 哈哈哈哈 这两人拌嘴真是有意思 暖阳还真不开龙 一诺陈小金只好摸摸一个人 蹲在龙坑solo 突然上路闯完信号 暖阳云音被对面埋伏了 随后拿完红的一诺 在下路追击顺侧 鬼骨子带着一班兄弟隐身感到 一诺陈小金瞬间蒸发 这下暖阳开心了 完了陈小金大高开就没了 哈哈哈哈最难受 下车下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我马上过来 让他们 让他们 我大坏好了我大坏好了能打 能打别怕别怕 你真能打 真能打人 此时对面孙侧问 为啥不玩射手 耿耿于怀的暖阳回复说 不会玩所以不玩 阵容伤害严重不够 再加上两个绿色鼠联度 这把确实很难赢 没有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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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你们两个吹得跟纸一样 你在梦前怎么魔女都不输 你不能承认吗 两灯夜色为你思念长河 化作春地呵护着我 千年岁月浮满爱缘袖 翩翩芳飞如水流 两分铁一脸又一身黄温 落入反尘伤牵着我 剩下一度情节难了折旧的心 还有几分全身的恨 好有几分全身的恨 没了没了没了被强拆了 这强拆老快了 要被强拆了呀兄弟们 我的胜率就这么没了呀 百分百胜率终于被看掉了 结算面板这出专真是相似 是想用蹲位肉死对面吗